大理石石面的尖角 长出了一朵粉红色的软棉小花 居民楼的外墙 路边的石墩 就连学校的扶手上 都长出了一朵毛绒小花 和水泥石头融为一体 十分可爱 虽然只有一枚硬币的大小 但路过的人看到都会会心一笑 而创作这些街角小花的 就是被称为小花侠的罗胜天 在破损墙角种花的想法 他很早就想到了 因为学校周边不少角落 都被磕碰出破碎 罗胜天有时骑着经过 也会因此擦破皮 为了让来往的行人不会受伤 于是他就想到了 用柔软的羊毛毡来填补缺口 这个城市修复计划 看着体量不大 做起来却十分精细 毛毡它是处在羊身上的 它具有一种保护的属性 做上这朵小花 就是想让大家注意到 这个地方是比较危险的 他要在家里 提前把羊毛毡小花戳好 然后再去到事故现场 在破损处涂上胶水 再用超清粘土把缺口填上 将绿色的羊毛毡 一点点戳上去 草地种植完成后 还要把小花 用戳针牢牢固定 每次做好 它时不时会去做回访 看看小花是否健在 有些小花始终坚挺 但有一些也会掉落消失 但对于它来说 如果小花是因为车 或人蹭到才掉落的 那它们也算是完成使命 所以每次填补 它也会有满满的成就感 更让它觉得开心的是 自己的事情被分享在网上 收获近十万点赞和一群粉丝 甚至还受到央视新闻 和中国日报的报道 有人说 这是给城市打的温柔补丁 也有人说 这是一封春日来信 这个举动也引来很多网友支持 纷纷想加入 它的城市修复计划 这个小花侠的团队 越来越壮大 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美院的学生 甚至还有身边自己的房东阿姨 也加入了修补行列 她手中的这朵小花 已经演变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传递给全国各地 小花的出现 让很多经过的人 都会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小惊喜打动 收获一天的好心情 这些花花补丁 也让钢筋水泥散发出别样的生命力 给更多城市角落 带去温暖和治愈人心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